增加給他 增加給他 屏東縣長周春銘當見證 年度集團結婚開放報名 先營造浪漫氣氛 剛剛那是真的在求婚嗎 可能還需要再努力一下 對 我會再買更大顆的給他 每年一開放報名 限量名額立刻秒殺 縣府人員接到今年的報名表 發現有熟面孔 不必要為了這個 一些小家店或是禮品 那這樣奔波勞累 為了到某縣市參加 又到某個縣市參加 我們是比較不希望 這樣的一個情況來發生 疑似出現集團結婚 游牧民族為了禮品等福利 報名參加結了又結 還曾經有新郎穿著短褲 拖鞋出現在會場 屏東縣府人員 檢視今年的報名表 發現部分報名者的資訊 和往年重疊 疑似為了領禮品 重複參加 往年集團結婚福利 包括免費提供新人婚紗造型 送一萬元提貨券 還能參加機票 家電抽獎 不過沒有強制新人 需要完成結婚登記 一百一十三年度新增規定 多了限期完成結婚登記 這一項 屏東縣府新增集團結婚 報名規定防止弊端 畢端舉辦集團結婚的用意 還包括鼓勵生育 避免遭有新人濫用資源 三天區的中心結婚 王玉丸 評論報導 今晚一年 期待在公開